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中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跟博家勤务人员张小军 因为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 今天在大陆安徽合肥受审 那么这场被外界视为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 大陆最大政治案件 为博案一系列的世纪大审也拉开了序幕 英国政府还特别派出了官员出席旁听 将近有百家的境外媒体蜂涌到合肥法院采访 现场是戒备森严 先来看中间特派记者来自现场的这则报道 我们看来被控谋杀案开庭前一小时 两名英国政府代表低调进入安徽合肥 终极人民法院 大批境外媒体采访还得在大雨中和公安混战 当地政府清晨六点起 靠近法院单向交通全部封闭 周边两百多公尺全列入警戒区 超过上百名特警便衣在人群当中监控媒体采访 无法靠近最丧城法院大门 就连底下人行道也占满公安丁绍 除了相关司法人员进出 目前确定非公务身份可旁拼名单 有驻大陆英国大使以及海武德两名家属 至于古开来高龄94岁老母亲外船也进入庭审旁听 直到开庭前老人家一再为女儿奔走喊冤 外船古开来杀害殷商海武德 就是为了保护儿子 远在美国的勃呱呱 甚至跨海递交证人陈叔叔 请求法庭给母亲当证词 原本古开来母亲曾找委任律师 审判官不准自聘律师 最后由大陆官方委派安徽当地两名 专长金融非刑事的律师做辩护 就连应该在重庆就地审理的案子 也特地选在安徽异地审判 外界解读大陆官方可能想避免司法不公正义 为了审理古开来案件 安徽合肥市政府大动作 封锁中级法院外的交通 同时在今天8月9号 原本要审理的案件统统顺延一天 和古案毫无相关联的人员 也被迫收假一天 把所有的人力物理资源 全部投入审理古开来案件 好 这场审判的开庭 以及有关证据的陈述 都是用闭门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古开来他自己呢 已经承认了故意杀人 还有经济犯罪 有分析师就认为说 在中共十八大前后 如果一并宣布严惩薄熙来 牵动的是很大 所以中共高层决定 用故意杀人罪来审理古开来 起诉古开来谋杀 总编辑你觉得 这是不是器具保帅 在所谓的博案 有四个主角 第一个当然是薄熙来 第二个是古开来 他的太太 第三个是王立军 另外一个是已经死的 海武德 当然还有一个配角 薄瓜瓜 我们看这部政治大戏 今天要审判 第一个开刀的是古开来 从各种的证据显示 包括新华它设在第一时间 发的博案的相关的报道 就明确的讲 古开来涉及 殷伤海武德命案 新华社最先的证据 所以所有的焦点 其实大家觉得最严重的 就是杀人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看到 从90年代的陈希同案 到陈良宇事件 到现在的薄熙来事件 最严重的 也说实话 它还不涉及到杀人的问题 涉及到杀人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 薄熙来案的 古开来涉及杀殷伤的方式 当然是外界所瞩目的 所以这一次 在安徽的开庭 会吸引那么多的媒体 大家要看 到底是要怎么审判 薄瓜开来 古开来的案子 跟薄熙来案子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如果说 它确认杀人 罪证确凿 以目前来讲 按照各种的讯息来讲 它是承认的 既然承认了 那就是怎么去判他的刑 很多的说法是会判实换 之后 普开来处理之后 海武得死的 王立军怎么判 薄熙来怎么判 这是下一个重点 18大又要举行了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是不是薄瓜开来 古开来的案子先处理 薄熙来就是用党内的 距离的方式来处理 就这样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其实现在这是 非常有意思的 探导的方向 那中共党内 对于处理博爱 我们知道 各种不同的声音 但是薄熙来的这个作风 在过去 当然也得罪了很多人 我们知道 因为任何一个政治 都会有派系的 任何一个国家政治 都会有派系的 但是薄熙来到底 现在很多人 对于中央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赞同 我想认同的 绝对是多数 但是也有很多 少数的人不认同 那怎么处理薄熙来 很多人也都在看 不只是这个大陆这边 政治人物在看 媒体在看 还会所有的人都在看 这一次 在18大之前 怎么样去处理博爱 其实我们知道 在前一段时间 很多的信息放出来说 应该在18大之前 对于博爱 就会告一段落 那现在薄熙来案 的这个第一步 谷开来审判已经开始了 那就我们的了解 以目前看来 薄熙来应该是 不会处于非常严重的 这个罪行 我们举例来说 它可能涉及的是 经济犯罪 违反党内纪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涉及多少金额 看它处于什么刑度 但是以目前来讲 18大维持稳定的情形下 薄熙来案我们觉得 以北京中央来讲 它一定必须要有一些 政治考量的 好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 薄谷开来 跟这个海伍德之间 他们之间的关系匪浅 怎么会从这个 很好的关系 后来变成反目成仇 后来还杀害了他 这牵涉到的利益的 一个这个纠纷 还包含了说 会牵涉到 会危害到 薄呱呱的一个 人身的安全 这究竟怎么回事 薄熙来案发生之后 那各种的传言 说法都非常的多 那实际情形怎么样 其实我想我们都是看 大陆官方的媒体 当然是最准的 那这是肯定的 但是从各种迹象 甚至大陆一些 相关的一些海外的媒体 那从各方蛛丝马迹 所抽调出来的讯息 也看出来 薄谷开来 就是谷开来 他为什么会对海伍德 下重手 就陈子晨讲的 涉及到金钱 涉及到可能薄呱呱的安全 这个部分 那一个母亲 要保护孩子 保护家庭 这些钱财也许是 他各种方式得来的 但是他要保护家庭 所以说他会愿意采取重手 但是一些细节的部分 其实以目前来说 英国方面 也是透过英国的媒体 陆陆续续曝光 当然因为这是英国的英国国民 所以英国方面媒体非常重视 那美国媒体是因为 长时间对大陆都非常关注 那海伍德命案的相关的续续曝光以后 其实以目前看来 我们觉得就是 这个薄熙爱案 当然会到底还要多久 全面的会等于是 包括他的处理方式各方面会处理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就是这个 古开来 他的这个做法 现在来讲 大概已经都非常明确了 英国的媒体也透露了 大陆在官方的媒体 或者相关的一些讯息 也透露出来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可以确定的 但是薄熙爱案 后面的一些背景的东西 其实目前看来 还不是那么明确 有时候光中国官方 大陆的官方会有一个 正式的调查报告 应该会要 同时在审判的时候 会明确的表示 好 我们看到这个 薄熙开来 是为了孩子薄瓜瓜 那么薄瓜瓜 会不会想要救母亲呢 看到开前的前一天 在美国的薄瓜瓜 他就向母亲的 辩护律师团 提供了一份证人的 这个陈述书 这一份的陈述书 对于他母亲的 这个案件有帮助吗 其实以目前来讲 南华早报的讯息 在昨天已经披露是 谷开来已经承认了杀人了 当这个讯息老讲 薄瓜瓜只是尽 他人质的一份孝心也好 我想从各种讯息看来是 谷开来就这一个宝贝儿子 所以非常的疼爱他 因为他现在人在海外 他能够比较自由自在的 做一些说法和想法 但是因为他的辩护律师 是关定的 那还是搞金融法相关的人 那辩护律师官定了 他可能会照本宣科 但以实际上来讲 这个基本已经定掉 其实从新华社发的那个讯息 当天就已经定掉了 因为在此之前 新华社 他是透过大陆官方的 给他的讯息 他一定官方进行了 很长时间的调查 所以这个后续 其实只是涂脂抹粉而已 真正的相关的皮肉 皮股 早都已经弄得清清楚楚了 也就是说 新华社当新华社发稿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非常清楚了 其实香港媒体也有一个说法 说谷开来 已经做了精神病的鉴定了 所以到时候会判他免刑 那么免死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想香港媒体 就是我们这是 我一直说 薄熙来案 他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政治大戏 他牵涉了还有海外的 因为他又跑到美国领事馆 然后海伍德又是英国人 然后本身薄熙来又是一个 在斯巴达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红人 或者是进入政局常委的一个红人 王立军又在重庆大力的整治治安 是中国有名的公安界的名人 所以在这那么多的角色扮演下 当然是各种媒体都会穿着附会 所以我个人觉得 当然不是只有香港媒体 很多海外的媒体 包括英国美国的媒体 很多讯息我们看一看 但是薄熙来有没有鉴定精神病的鉴定 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不必去探讨 但从媒体的这种很多小道消息 我们可以做参考 但是不要当真 看到这个博案可以说是1980年 四人帮受审以来 在大陆最重要的一场审判 那么今天的博五开来先开庭 接下来 那么薄熙来会怎么被审判呢 也备受关注 今天非常谢谢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